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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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说什么拖欠用费 然后就是苛扣用费 喷瓷 很多这种就分得上 很多卡友像我们这种跑车的 那 caller叫卡友 对 我们是卡车圈 就叫卡友 然后像我们这种跑车的话 它就经常就没有那种意识 其实很多时候是自己站着理的 但是跟人家去讲这个理的时候你不会讲 讲着讲着自己就造了 造了之后呢 你就变成没理了 你刚才说开卡车的没太漂亮 漂亮的不会开卡车 那你还得加一个 那那个漂亮的会开卡车 不一定会法律呢 对吧 但是很累啊 天天勾在那个小驾驶舱里面 煮一锅 电饭锅 煮个饭 吃点那个什么老干妈 这很苦啊 因为我开这个大货车 主要还是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一个男人 跟一个男人还有关系 你到底喜欢男人 当然是喜欢卡车 首先是喜欢卡车 然后就借着喜欢卡车 就喜欢了这个男人 这男人还挺悲哀的 不是 主要是这个男人 他有卡车 你开的是他的卡车 对 所以说你说这事 你找人得找对路 你看有些男人 是吧 喜欢开卡车 但是呢找不到女人陪他 女人总是认为 你天天在外面很危险 你不如回家吧 找他一个同样习惯开卡车 你的男人很幸 这么漂亮的女孩 能喜欢他 那他一定不不俗 一定特别帅 至少他视力好 帅吗 还行吧 有多高 一米七八 很壮吗 有一点点壮 他以前瘦 后来是被我养的 你看中他什么 看中他会开卡车 行吧 你甭猜了 看看长啥样吧 把你老公喊出来 李高芬 大家好 我叫李高芬 你是一名卡车司机 太失望了 他一点都不为忙 我理解了 他老公肯定特别扶管 他老公是个萌系的呀 很萌 你哪有魅力 从事叫来 凭什么让一个女人 跟你走南闯北呀 我们那样相识 也就是在卡车 有一次我们装货 然后我晚上货 装完出去 然后我媳妇 跟我张宝娘两个 在搭车 晚上没车了 她说你去哪里 我说去回家路上 她说能不能把我搭回去 我说可以 然后从那以后 就慢慢地认识 你怎么敢上她的车呢 虽然她帅是不帅 但你看她那双眼睛 那不是好人呢 没事我跟我妈 我不怕 你们俩谁追的谁 我追的她 每次我出车回家 我就开着我的车 去她家 有时间我岳父都不让我见她 为什么 怕我跟她去跑货车 对 她觉得危险 我岳父刚开始不同意 然后我三千辆都往她家跑 后来经过斯坦兰达 也就同意了 现在关系挺好的 跟我岳父 每次回去都要喝两杯 你们现在结婚了几年了 结婚七年了 两个小孩 一样一女 两闺女 对 一样一女 大的七岁 小到四岁 说实话 我们原本以为 嫁一个卡车司机 我们想象的生活场景 是妻子在家等待 丈夫在外面奔波 然后妻子心目当中 还有很多不舍 眷恋和一种不安全感 但很少见到夫妻一起跑车 特别少 你们是怎么决定的 一起跑车 因为我觉得 我一开始跟她跑车 我只是跟着 也没有说帮她跑 后来我跟她几趟之后 我感觉她一个人 确实太累了 尤其是像拉 我们那边的蔬菜 她都是不敢停 一停 那个蔬菜容易发热 就坏掉了 然后她就是强忍着 那种瞌睡 她就继续得往前开 然后我就想着我是不是能帮帮她 她以前没你一样开 以前不知道 反正现在我感觉没我不行 以前跑车跑短途嘛 本来跑得近 后来娶到媳妇了 嫁照也来到了 可以跑长途了 你这是成功地发展了一个拍档 正儿八经让她认可的 就第一次开的 就是因为我俩走川藏线的一次 回来出发的时候 我是信心满满的 我们从江西装了一车祸去西藏 我们俩就想着说 我们走川藏线进去 正好可以玩一下 结果走到那个路上 越走真的是心越来越低 跌得越来越低 那个路因为14年那会儿 正在翻修嘛 然后不是变道就是旁边悬崖 要不就旁边僵 然后路特别的难走 200公里路我们走了一天 整整一天 然后一到那个康定一过 结果他还高原反应了 高原反应之后 他就没法开了 他就跟我讲 他说要不咱们回家吧 因为我身体受不了了 咱就车扔这儿 我说那你要不你就歇着 我来 然后他就不放心 然后我说你坐副驾就好 你就歇着就行 然后我给咱把车送到 因为你说车扔那儿也不行啊 对不对 那几十万钱啊 你害怕吗 不害怕呀 他在身边你吧 对 我自己来 然后我就真的把那个车给送到了 从那一次之后 他就觉得 哎呀 我这开车确实是可以 从穿账线都可以走下来 确实可以 所以其实后来感觉 有个这样的媳妇 帮着你看你还挺欣慰的 是 你们跑车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难忘的事吗 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最难忘的 就是有一次 他凌晨他在睡觉 我在那个重庆的绕城上面开车 因为我们拉的是快递嘛 天还有点下小雨 结果一出那个隧道口 然后我就老远的看着警车在那里闪 然后是应该是出了事过 然后我走近一看 心里面真的是凉凉的 好凉好凉的那种 嗯 因为有些事情 你看见别人发生的时候 总觉得离自己很远 对 当亲眼看见的时候 在自己的这个行业当中 这样的一些危险的景象的时候 你总是会有一种 冷的馊的那种感觉 对 我难忘的是就是 有一次我们去送货嘛 然后去一个地方 感觉就是车没力 一直没力 然后就跑着 后来发现 农台一边农台有点爆 有点爆 根本就农台多 不知道嘛 然后发现 呼噜已经红了 烧红了 然后就赶快服务区买的矿泉水 给上面淋 然后淋一点走一点 半路上没有修车的 我们自己也没有工具修 自己也换不了胎 只能淋一点水往地方走 太热了 就这次最难忘的 那次要是说吃发现一点 车肯定都着了 吃饭就天天吃那个电饭锅 老干嘛呀 对 因为外面的饭 我们都吃不太喜欢 方便面 对 经常我煮的就方便面 他还觉得蛮可口的 可以吃 其实我煮其他的饭 他都不爱吃 服务区里面也就那点吃的 对 等于你们常年吃饭 是吃不到正常饭的 对 何苦来呢 但是这份是一份工作呀 我们不能说因为 不喜欢了你就不干了 没有那么任性的 长期出门在外 孩子主要靠婆婆带 所以说我也特别感激他 他们来了没有 来了 来 我们掌声有请 那俩大的孩子让你操心 还是这俩小的让你操心 有时也担心 就是为了生活嘛 就是可以他们努力挣钱 你们一次跑长途多长时间 一般两三个月 最长四五个月 那你见他们两个孩子 经常两三个月见不到的 见不到的 想不想 肯定想 其实我以前有想过 我说要不我就在家带孩子 但是我感觉 就是孩子在家 毕竟他是安全的那种 然后但是他一个人在外边 我就感觉老操心了 万一要是有什么事 对不对 哎呀 有这么一儿一女 却天天不能陪伴 这其实在自己心里 也是难以抉择 对 我相信你们每次 陪着他们玩的时候 然后又紧着要出车的时候 分别的那一刻 心里是很酸醇 其实吧 其实去年 我经历了一个事 让我就是 真的想就是说回家了 因为我们一块有一个卡友 他就是两口子 出车的时候都没了 那没了之后呢 我还就是因为 他们家有俩小孩 然后我还专门去看了 然后我就感觉 那俩小孩挺可怜的 你说平时跑车在外 本来就没时间陪 就夸一下没了 就没法陪了 然后那一段时间 我就确实我就想过 我说要不我回家 然后我真的怕 就是说父母无所依 孩子无所靠的那种 但是后来过了那个时间 我又觉得 他一个人在外更危险 我觉得你们两个 真的是情投意合 就是很幸福的一家 那但是可能 你们有点小小的遗憾 就是可能陪孩子 时间没有那么多 对不对 那我们随风奔跑呢 是一家做青少年 体育教育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企业 那我希望能够 送给两个宝宝 门人一套篮球装备 希望宝宝们 能够健康成长 也希望你们有时间的时候 能够陪伴孩子 多多玩耍 好不好 好 谢谢你们 他们俩好乖哦 特别可爱 他们俩在场上是最乖的 我们这个梅尔木眼科呢 旅游上帮不当你 但是呢 卡车司机必须眼神好 所以呢 我建议你们有时间 我给你免费 做一次 全面的眼科的体检 好不好 好 谢谢 当很多女人 在婚姻当中 都注重的是 房子 车子 和票子的时候 她想到的是 和爱人一起奔跑 在路上 这一份对爱情的执着 其实是很值得 那些女生们去学习的 很多女人做不了 没有这么潇洒 很多情况下 很多人说 我也想活得洒脱一点 那为什么你不能 活得洒脱一点呢 是因为你对物质的牵挂 实在是太多了 否则的话 你就可以洒脱一点 好吧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 在这个青春洋溢的 快乐女孩身上 我们似乎感受不到 岁月的洗礼 却能感受到 她纤细瘦弱的 娇小身躯下 蕴含着的强大力量 让我们为这位 美丽的女孩点赞